他连李莫愁都打不过 到了一天被吹成顶流高手 金庸值得提笔修改 在一天屠龙记里 身为主角的张无忌 先是在昆仑仙境里 捡到了完整版的九阳真经 他很快又在名教的密室里 捡到了乾坤大挪移 凭借九阳真经的加持 张无忌只花了数个时辰 就将乾坤大挪移冲到了第七层 于是当张无忌来到武当山 运起九阳神功给张三丰疗伤的时候 原文学道 张无忌将一股急魂厚 即柔和的九阳神功 从手掌上向张三丰体内传了过去 张三丰于刹那之间 只觉掌心中传来 这股力道雄强无比 虽然远不及自己内力的精纯纯正 但勃勃然绵绵然 直视无止无静无穷无尽 一惊之下 并惊往张无忌脸上瞧去 只见他目光中不露光滑 却亦依然有一层温润精影之一 显得内功已到绝顶之境 生平所欲人物 只有本师绝远大师 大侠郭靖等寥寥数人 才有之等修为 至于当时高人 除了自己之外 实想不起再有第二人能真死境界 以上原文摘自于三连版的 以天屠龙记 注意看 此时的张无忌 已经练成了全版的九阳真金 魅力无穷无尽 但居然是远不及张三丰的精纯纯正 同时张三丰觉得内功能到此境界的高手 生平所欲之人 唯有绝远大师 郭靖等寥寥数人 方有如此境界 到了2005年 金庸又发行了新修版的 以天屠龙记 经过金庸本人的精雕细琢 他将张无忌的远不及改为了上不及 还在大侠郭靖后面 增添了神雕侠杨过的名字 金庸的言外之意很明显 张三丰所练的纯杨无忌功 只是九阳真金的十之五六 得了起源的张无忌 在内功竞技的修为上 最多只是上不及张三丰 此外 张三丰曾在华山之巅 偶遇了郭靖等人 那时候杨过也在华山 也亲自传了张三丰三招 最终让张三丰打开了一个新的武学天地 如愿以偿地击败了蒙古三杰之一的尹克希 如果没有将神雕侠杨过放在郭靖的后面 是不是会让读者们误以为 杨过的内功修为不如郭靖 不得不佩服金庸的心思缜密 在他的改动之下 以天时代的武学变得更加平衡 还能和神雕侠侣前呼后应 不过很少人知道的是 金庸还在以天屠龙记里改动了一处 否则神雕时代 由未二三流人物会在以天时代 被吹成顶流高手 此人正是武三通 武三通乃一当大师的弟子 他练成了大理绝技易洋指 在神雕时代 武三通和武三娘育有二字 分别是武修文和武敦儒 此外 武三通还有一个洋女换作何元君 一位痴迷义女何元君 武三通无可发泄之下 竟成了一个丰丰颠颠之人 不过 当李莫仇在嘉兴对陆家赶尽杀绝之时 武三通还是出手了 武三通的易洋指 配合他的蛮力 起初能和李莫仇斗个不相伯仲 但当李莫仇射出兵破银针之后 武三通只能含恨败尾 由于兵破银针剧毒无比 亏得武三娘将武三通伤口的毒血尽数吸出 武三通虽逃过一劫 但武三娘却毒法师王 纵观全篇神雕侠侣 一流高手有过境 杨过 金人法王 一灯大师 黄药师 周国通 李莫仇能在神雕开篇 好似来去自如 但终究只是一个二流的反派人物 至于武三通 会使一阳指的他连李莫仇都打不过 他充其量也只是一个二三流角色 有意思的是 在连载版的《倚天屠龙记》里 武三通却被吹成了顶流高手 作为射雕三部曲的完结篇 《倚天屠龙记》里并没有出现武三通的身影 到时武三通的后人武裂 武清英有在书中露过脸 那时张无忌在白元的腹中得到了九阳真经 将其全部融会贯通之后 张无忌又在朱长林的暗算之下 再一次跌落悬崖 此时的张无忌虽然双腿摔断 但九阳真经乃武学宝典 各门各派的武功均不离其班里 可当武裂使出一阳指的时候 张无忌却表现得像一个小学生 原文学道 武裂左手一掌向那村女暗去 那村女斜身闪避 叮当一响 手中长剑和未必的长剑相交 张无忌没看清他手腕 如何奇奇怪怪的一转 未必依然长剑脱手 飞向天空 但在此时 武裂右手食指颤动 一点中了他 左腿外侧的幅兔风式两穴 武裂这两下点穴 正是家传的一阳指法 虽然他远远不及 上当年的一灯大师 甚而祖上武三通的造诣 但直立就是非同小可 那村女轻横一声 立足不定 倒在张无忌身上 朱儿被武裂用一阳指 连续击中了两处穴位 可见武裂的武学造诣远在朱儿之上 而朱儿的剑法 竟能让张无忌无法看清 那么武裂在电光火石之间 使出的一阳指 岂不是更让张无忌瞠目结舌 然而 金庸还特别强调了一番 武裂的一阳指 居然还远不及当年的武三通 一个远远不及 将武三通的一阳指吹捧得太高 假如武三通亲民现场的话 他不是要和张三丰 争夺武林至孙的威死了 金庸本人也发现了 这个前后矛盾之处 在随后的三连版新修版里 武裂的一阳指 远远不及武三通这句话 终被删除殆尽 否则仅凭武三通的一阳指 就会崩坏整个倚天时代的武学架构